英特尔众所都知已经用了很多年的Sky Lake内核了 用了半个世纪也差不多该换架构了吧 所以去年10nm的Tiger Lake新架构 总算是在轻薄本上和我们见了面 现在也轮到标压游戏本了 Tiger Lake H45终于来了 那这个10nm的高性能够不够高呢? 今天我就找来了三台游戏本来对比一下 它们的散热模具都是顶级模具 显卡统一是满血功耗的3060 而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处理器 上一代的i7-10870H 这一代的i7-11800H 以及隔壁的R7-5800H 三台机器硬碰硬 看一看笔记本上用的H45到底表现如何 不仅如此 我们还会拿这台笔记本的Tiger Lake 打一下台式级14nm的Rocky Lake 看一看它有没有机会以下犯上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Tiger Lake架构相关的东西 我去年测低压的时候就已经都讲过了 又是Villow Cove新内核 又是10nm Superfine的新工艺 现在这个玩意儿终于上了游戏本 有了八核心的版本了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它和桌面端Rocket Lake S的区别 最高都是八核心吧 我们知道桌面端的11代用的是Cypress Cove 也就是老的Sunny Cove的马甲 再配上一个14nm的工艺 笔记本的H45不仅工艺要比台式机更先进 更重要的是它的缓存反而要比台式机强很多 Tiger Lake每核心1.25M 20通道二级缓存 Rocket Lake只有512K 8通道 容量和带宽 笔记本都要高出一大截 三级缓存i7-11800H给了24M 也要比桌面i7-11700K的16M再多50% 所以对比台式机 这次笔记本用的Tiger Lake H反而还要更先进一点 这点和隔壁AMD是截然相反的 AMD桌面端Ryzen很给力 但是笔记本的Ryzen却砍了缓存部分 性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就让我好奇了 这次英特尔的移动端能不能干翻AMD呢? 我们赶紧准备好三套测试平台 这三台笔记本我前面讲到了都是顶级模具 所以散热方面可以尽可能发挥出性能 除此之外 内存也统一用的是3200 CL22的规格 不过Tiger Lake H45上有引入新的封屏机制 相信很多同学都了解过 我们这里用的是Gear1的设定 确保大家都不分屏 给到最好的性能 但是我们后面在游戏部分也会测一下Gear1和Gear2到底差多少 废话不多说 赶紧进入测试吧 首先上来就是一发Cinebench R23 这个C4D渲染是可以最直观反映CPU多核性能的 不出意外 i7L800H多核跑了14000多分 确实要比隔壁的AMD 5800H要稍微强一些 相比自家上一代大概是提升了27% 这个多核的表现还是挺可观的 而单核性能凭借更高的主频 i7-1800H同样也还可以 1467的单核分也是要比5800H强一点吧 实际上我们看实时频率的话 i7-1800H全核可以到4.2G 单核可以到4.6G 频率上是有点优势的 所以说跑分更高也是情理之中吧 全核跑满的功耗方面 i7-1800H的CPU Package 94W 要高于5800H和10870H 更高的频率也带来了更高的功耗 好在英特尔也掌握了一门独门绝技吧 就是我们在桌面端上聊过的削带技术吧 尽管功耗更高 但是似乎是更不容易激热 同模具下的温度倒是可以和5800H保持一致的 为了看一下模具的散热能力 我们也连续跑了20轮的R3 拉了个曲线出来 果然这三台机器都不愧是顶级模具 散热确实都还不错 性能释放都很持久 没有什么明显的降频 CityBench测试C4D的性能 我们还测试了很多其他专业软件 比如Handbrake当中 11800H同样获得了领先 视频转码这一块 不管是H.164还是H.165 都要稍微快于5800H 比自家的上一代则要强出一大截了 Adobe加的软件测试比较玄幻 Photoshop中11800H依然可以领先另外两台机器 修图的性能看起来还不错 但Lightroom的表现就要逊色一些了 11800H的成绩似乎要低于自家的上一代以及5800H 然而当我们运行剪辑软件Premiere测试的时候 诶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11800H领先的有点太多了吧 这不太对啊 我印象里好像5800H也没有这么烂的吧 抱着怀疑的态度 我是左检查右检查 最后发现这个成绩确实是对的 11800H确实在Premiere当中有这么强 但是和大家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强的是强在核显编码加速上 最新版的Premiere引入了核显帮独显加速的功能 同时启用核显和独显导出性能会强很多 由于英特尔核显在视频编码这一块一直表现都还不错 所以在Premiere当中等于就是开了挂了 确实能比AMD领先不少 作为参考 我们也关掉了核显测了一遍PR 如果没有这颗核显帮忙 这颗11800H恐怕成绩会比上一代还低一点 所以你能看出来 哪怕是独显游戏本 升级到新核显对于PR来说也是有点用处的 最后我们也测了特效软件AE的性能 11800H也是不错 稍稍领先5800H 对比自家上一代则是强出了很多了 同样用于剪辑的达芬奇 英特尔的优势也会更明显一点 甚至10870H都超过了5800H 而在游戏开发者喜闻乐见的虚幻引擎中 我们对一个场景的光照进行烘焙 1800H的用时也是最短的 两分21秒略微快于5800H 大幅领先10870H 至于解压软件7zip 这个就是AMD的主场了 5800H比起两台英特尔的机器都要来得更快一些 专业软件的最后 我们还加入了VS的C++编译测试 编译对于CPU的多核也是有很高要求的 没想到在这里面 i7 11800H的领先幅度还不小 看来对程序员来说 这个Tiger Lake H45还算挺有吸领域的 总的来看 11800H用的新架构 在专业应用里还是挺强的 少数几个软件打不过5800H 但大多数都可以取得领先 也算是在专业领域收复了一些失地吧 还是值得表扬一下的 测完了专业性能 对于游戏本来说 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游戏 那么哪个游戏最能看出CPU之间的差别呢? 肯定是Steam上现在玩的人最多的游戏 CSGO啦! CSGO对于CPU的需求 主要是在内存缓存上的需求 那么11800H在这里的表现就非常优秀了 我们用3060的机器都能跑出587帧的平均震 相比时代U高了130帧 同时也大幅领先AMD5800H 移动端的5800H由于相比台式机阉割了缓存 在这种吞吐量很高的游戏里影响还是蛮大的 不过英特尔这边也有个悬念 就是Gear1和Gear2的内存在游戏中的区别 我们刚刚跑出来H45的表现非常好 但这个是不分屏的结果 很多厂商给的是Gear2的内存设定 那么CSGO的表现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吧 我们也测了一下Gear2的内存 如果是独显直连的机器 那么我们测下来Gear1和Gear2玩CSGO几乎是没什么差别的 差几帧基本上是误差范围 但是混合模式跑这两个内存设定还是会有些区别的 Gear1在混合模式下比Gear2强了十几帧吧 尽管理论测试比如ID64的内存缓存测试里面 Gear1可以把内存延迟从90多降到70多看起来挺有效的 如果能选的话我肯定会选Gear1内存的机器 但实际对于游戏来说这两者的差异算是有限吧 除了CSGO之外 DOTA2也对CPU有要求 那么11800H同样是在这个游戏中取得了领先 幅度好像没有CSGO那么大 但是表现还是不错的 另一个高帧率的游戏就是彩虹6号围攻了 11800H依然是要更强一些 平均261帧挺好的 测完了这三个网游就轮到一些3A大作了 首先是臭名昭著的微软模拟飞行 我也是惊了 这个3060笔记本测出来的帧数 居然和我3080的台式机都差不了多少 这游戏的优化也是绝了 这个Y9000P上的这颗11800H在这里依然取得了领先 不过差距并没有拉开很大 基本上都是比较接近的水平吧 不过在刺客信条阴影店中 咱们AMD终于是神器了一回 赢过了两台英特尔PC 扳回一城 荒野大标客也是5800H的表现更强一些 这种单机大作对于内存缓存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移动端这个阉割版的Zen3终于能稍微喘口气了 而在生化危机8当中 我们最高画质打开光追 取得领先的依然是11800H 同样在赛武奔克2077中 打开光追和DLSS也是11800H更胜一筹 当然这些单机大作本来对于CPU的依赖程度就没有那么高 主要还是看显卡的 不像是CSGO那种竞技游戏那样能够拉开CPU之间的差距 从游戏的结果来看 Tiegelake H45确实表现还算OK 你从像CSGO这一类CPU的内存缓存要求高的游戏可以看出来 这次Velocope内核新增了这么多的缓存 确实起到作用了 这个也的确可以说是目前正常笔记本上游戏性能最强的处理器了 你只要别把桌面端那些怪物放进笔记本里 应该都打不过它了 诶 等一下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桌面端是吧 诶 既然Tiegelake H45都这么强了 它能不能干翻桌面端Rucky Lake呢 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实验看看啊 我把一颗i7-11700K降频到和11800H相同的频率 单核4.6全核4.2 RIM频率也是统一3.8 内存同样设定在3200C22 台式机搭配桌面3060 笔记本搭配移动3060 两颗处理器我们都尽可能降压降到最低 排除BIOS对电压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桌面端和移动端在性能和功耗上有多大区别 首先Cinebench R23的跑分 毫不意外的移动端11800H凭借更多的缓存 多核分数要比桌面端的11700K更高一些 不过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小的 毕竟CCD对缓存并不是很敏感 但是有一个东西区别还是挺大的 那就是功耗了 桌面端14nm跑出了满负载110W的功耗 移动端10nm可以控制在88W 比桌面端低了20% 这俩工艺的差别简直是肉眼可见了 但是说实话 这个20%的差距已经比我想象的要小了 我本来以为桌面端移动端可以差一倍呢 主要可能是4.2G的频率比较低 而14nm的低频能耗比其实并没有落后太多 如果我们两个平台都有机会跑到5.0G的话 测一下功耗 我感觉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 到了游戏当中 尤其是像CSGO这种竞技游戏 果然大缓存的优势还是能体现出来的 尽管11700K的频率控制更激进 实际算下来的频率可能还要更高一点 但这并不能阻止11800H取得帧数上的领先 高了20多帧表现还算不错 不过在我看来 移动端之所以能打过桌面端和我们用的内存也有一定关系 CL22时序的内存对桌面的11700K来说有点太高了 我也尝试了一下给笔记本用了顶级的3200C16的内存 台式机也用相同的时序去跑 结果两者差距就小了很多 几乎是一个性能上了 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 桌面端的Rocky Lake的缓存太小了 所以需要用高性能的内存来弥补这个短板 高频调和普通内存在Rocky Lake上可能差别会非常大 而移动端的Tag Lake可能补齐了缓存这块短板 这就让机器对于内存的宽容度高了很多 即便用稍微差一点的内存也不会太过影响性 这个对于供应链非常复杂的笔记本平台来说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当然了 内存能够上4BG双面颗粒gear1不分屏肯定还是最好的 多一点性能怎么都不亏嘛 最后我还要来聊一下Tiger Lake H45带来的一个小惊喜 就是4倍频福利 这个词可能有些DIY的老玩家听说过 就是在Sandy Bridge也就是二代酷睿上面 桌面端即便是不带K的处理器 也会送给你一个4倍频的超频空间 时隔多年 这个小惊喜居然在Tiger Lake上面带回来了 11800H末屏是单核4.6全核4.2 但只要笔记本厂商允许 我们就可以用Intel的XTU工具 超频到单核5.0全核4.6 当然要配合降压而且压不压得住得看你机器的模具是什么造化了 比如这台Y9000P的话呢 我们超到全核4.6的话 跑像223这样的高负载还是会掉到4.4左右 甚至你电压如果太激进的话甚至过不了测试的 其实这个时候的散热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但是CPU的供电有点不够用了 好在跑游戏的话压力没有那么大 它就可以上到很高的频率 CSGO甚至能偶尔蹬到4.8G以上 已经非常强了 超完频我们测了一下 CSGO居然可以上到接近620帧 我们这个显卡还是默频 只要你的模具足够好 折腾折腾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从今天的测试结果来看 虽然功耗方面要略高于对手 但这一颗i7-1800H在性能方面还是比较给力的 不论是专业领域还是在游戏当中 多数场景都能领先5800H 相比自家上一代的108700H进步也挺明显的 当然了追求更新更强 这肯定要付出一些代价 对吧 那Y9000P的价格要贵上1000多块钱 加不加这笔钱 就看你需不需要多出来的那些性能 以及是否想选英特尔平台 还有是否需要雷电接口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值不值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相信大家对于英特尔的H45平台也有了自己的一些认识 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觉得有用的话 就不妨长长点点赞一键三连吧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嗯 咱们 咱们